美國這位高中生跟著家人一起開心唱歌 還努力學習彈鋼琴和應付繁重的課業 只是他想考進第一支援大學 卻得靠這款妖物Adderall 因為他被認為患有過動症 只是這位高中生最近卻接到壞消息 因為他媽媽收到藥局傳來的簡訊 控制過動症的藥物缺貨了 不是只有一家藥局缺貨 而且臨近八間藥局統統沒有 就連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都證實 藥物短缺狀況其實已經長達四個月 除了需求激增藥廠表示受到疫情和工藝鏈影響 藥物主要成分短缺影響之藥進程 雙重打擊下藥物供不應求 而且缺貨的還不止一種藥而已 只是這些短缺的藥物其實有個共通點 連美國FDA也無法保證這些藥物何時能正常供給 他們只能呼籲大家趕快尋找替代藥物 以備不時之需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